要點出開 哭 你熬過你就好 哇 你是痠還是痛嗎 是痠的 嗨大家好我是Steve 歡迎回到我頻道 今天非常開心 因為疫情終於降回二級 就表示我們可以去按摩啦 那因為最近這三個月以來 都是待在家裡 常常那個筋骨全身啊 就是反覆的不舒服或是痠痛 所以我們這次就選擇了客製化的按摩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有訂閱我的人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 今天要去按摩的地方叫 宜蘭養生團隊 那它比較像是工作室的型態 它會依據你個人的身體狀況 來選擇最適合你的調整方式 好那就跟著我一起去看看吧 GO 擠壓下去其實這邊也會影響到 喔 然後乾嘛 胃嘛 那你胃好嗎 也沒有了喔 就腸胃都不適合 我們等一下按按看就知道 那邊會不會很緊 真的喔 這樣按得出來就這樣 到第一間我們等一下 左間這邊先放掉一下 右邊跟左邊哪個比較穿 對對對 左邊 左邊比較有感覺 那你平常會側躺側睡喔 大部分都正睡比較多 那有時候可能穿會去歪掉或幹嘛 嗯 OK好 然後這邊 看到這裡才想到 這裡有時候會有那種 很壓迫的那種感覺 那好像之前就會了 之前就會了 像一般人 有夠印象 在這樣做抬腿的時候 就覺得這裡就 它倒置臉的時候就很有感覺 那你要好 那我沒有辦法 只要我們坐一面車 就我們搓它看看 你會摔到這裡 摔到 有點點點沒有 這邊還好 剛剛第一個點 這邊還好 好 那剛剛上面這邊 對 很有感覺 這邊 這邊 就還好 就還好 OK很好 這邊 好 就在L3的位置 這邊 沒有 好 那我們等一下 針對這邊 等一下我們去放 那我們先把骨盆搞定 然後用這個槍耳 都會跟它配合 喔真的喔 這個算筋膜槍嗎 就有按摩槍 按摩槍 OKOK 按摩槍 它就是四瘦 所以你怎麼知道 它比較針對點 喔 好 它用這個應該就是在調整的吧 它其實也會藉由一些震盪的動作 喔 對啊 有什麼感覺 基本上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好像舒服的感覺 舒服的感覺 也還好 就是沒感覺 就真的沒感覺 感覺好像是 對 女生懂 那作用應該就是放手 對 你等這一天很久 很簡單 對啊 對啊 來這種的會不會都是像我這種 喜歡運動的 對 有運動的背景大概應該佔八成吧 嗯 現在等於說我們先 基本的一些放鬆 我覺得大家常看到的 嗯 這個比較酸喔 酸嗎 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喔 嗯 下車比較酸 這個不酸 這個是痛 哇 你只有壓在 因為它剛好是兩條肌肉交接觸 所以它很酸喔 有大腿的痛 還沒有到 但是 4個狀 嗯 這邊呢 酸酸痛嗎 好像酸到手上面來 真的假的 是真的嗎 還是我錯覺 那麼遠 你看你這整條腿就 你看 就軟掉了 在這裡 彈性就 好現在放完腿 我們就來摸摸看 這邊咧 旁邊會痛 但沒有 剛剛會痛 嗯 好我們就一層一層 慢慢去放 我在看我們那個選項的 怕痛 怕癢 發出聲音 對 什麼叫發出聲音 那怎麼辦 就不要 不要發出來 那如果怕癢的人 怕癢的人 沒辦法按嗎 怕癢的人 沒辦法按嗎 怕癢的人 要0到10 要直接下到89 然後再慢慢進食 你不要中間過程去摸它 要一次幾 下八成這樣 那你就給它一次這樣 然後它就可以 從痛取代癢這樣 因為有一些地方會癢 我想是有時候它可能 它很久了 它機轉 它機轉反應 所以它的體感已經 改變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 選項讓人家 那怕聲音 怎麼辦 靠音樂 盡量避開這樣 就用別的方式去戴 就用別的方式去戴 感覺是什麼 它已經算蠻耐痛的了 我兩回手法 因為基本上也比較輕柔一點 對 可是客製化就是看每個男的身體 對 跟其實手法也會稍微問一下 就想說它真的喜歡很重 或是它想要做原始的這種筋膜刀的方法 也可以 嗯 原始的就是一直脫掉 對 然後就針對機械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放 那有時候有人說 它筋膜痛跟肌肉痛有什麼問題 筋膜就是淺嘛 跟深 然後跟內臟筋膜 那肌肉會有其實 是說按下去就會痛嗎 按下去 就在看啊 看它是什麼樣的動作 會不舒服 你醒著嗎 你醒著 我想說太舒服你也是要睡著 因為它這邊比較厚 你就會可以 對它這邊比較厚 放比較深的一些地方 其實進步的刀方式就是 節省你的雙手 太過於用力或是過勞 嗯 這其實放在前面 嗯 對 現在感覺 不然是你流痛蛋就沒有 開始 要更鬆一點嗎 好 等一下我們要低頭喔 好 對 然後我會拉你的腳 對 然後我有點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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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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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怎樣 這個很有感覺耶 這你師傅有幹嘛嗎 我們要放他的大圓圈跟小圓圈 我們就這樣稍微喊住他 我們的肌肉就會放他 這個跟大腿應該差很多 沒有沒有 這個還沒出力耶 我還是還沒捏進去 你只是輕輕鎖住那一條肌肉而已 我知道在哪裡 我看到了 真的沒有在開玩笑的 他想說你的工作又是手不常抬起來了 那按的時候更好 那我看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打電腦也是 對 抓握看看 有好差 然後這樣子上下這樣擺動 就是那個靈敏度 靈敏度不一樣 你看他兩邊現在肩膀其實也不太漂亮 親嘴 對啊你看這邊 這邊就軟很多 壓的時候就很明顯 你看這邊 然後加上這個肩膀又上去 好痛 痛 這個位子真的是 滿開心的 滿開的 失誤的力道已經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內臟是嗎 現在可以看腸胃好不好 對不對 是會痛嗎 那比較近 那這邊有一條 好是喔 你覺得哪邊比較近 左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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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位 對 右邊 肝 所以肝比較好一點 肝比較大 鞋味 鞋味 反而一起放 你這樣放完你就會感覺 那種肚子很爽爽 所以這邊算是放 腹腹嗎 放腹腹 對 我們剛剛先放牛肌 因為它在裡面 很胸膜 乾臉 你這樣對我一點 乾臉 有影響嗎 我們吃的就是乾臉 對我們吃乾臉 肉跟筋有沒有 這樣才好吃 當然你看比較喜歡正面 很爽 很爽 那你們這樣壓一壓就突然放肌 我會喔 這樣我會比較弱一點 好 來 吸 塗 然後 再一次喔 吸 塗 你看 你們現在看我們的肚子 其實就更鬆了 你知道嗎 嗯 還蠻鬆的 嗯 對 鬆很多 就沒有那麼緊實 嗯 塗 啊那個手襪比較特別 一個反彈把它彈起來 對啊 而且好像好特別 對 好 另外一邊 就是 大腸 那它放的會覺得會 就是把它 稍微剝離 它這邊小腸啊 還有跟胃啊 通通的不是會連接嗎 嗯 我們讓它這邊 接一個擺洞去把它放中 這邊是皮彎 那邊是乾彎 這邊就有一個 欸 有直角這樣 太專業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 抓出它的腸子 擺動了 大腸蠕動的感覺 OK 好 就像擠牛奶一樣 然後這樣自己上下感動 有感動 對 就軟掉啊 你可以看右邊 看左邊 看右肩 看右肩 看左肩 看右邊 OK 差不多都 應該都滿順的 對 好 那你下來 鬆鬆開吧 感覺是有比較穩 嗯 然後膝蓋的話應該是 因為感覺比較鬆 雖然 嗯 裡面 深層 對比較深層 外面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一點點這種酸亂的感覺 好 然後局部用機部都在 好 會痛嗎 我也有感覺 真的喔 很痛 還忍得住嗎 對 你熬過你就好 對 看起來就滿痛的 看起來就滿痛的 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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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還好的 喔真的喔 那你剛剛痛的時候 不要上面 那哪裡會痛嗎 這裡也很痛 這裡也很痛耶 這個筋骨肉就是一個神器 這樣不會痛嗎 會喔 這看起來是滿痛的 對啊 我一腳都是粒粒的 對啊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氣節點 對 但是氣節是不會不見的 會啊 因為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剛剛去用 這樣子去刮它 就是 刮的時候它會稍微被破壞掉 它破壞掉的時候 它水分會進入 就會讓我們筋膜可以變得更舒服 現在應該好 現在就越來越舒服 就不太會痛 刮的時候就會比較順 它就不會有那麼多阻礙 嗯 內色跟外側差很多 對啊 這邊就很順就可以下去 趨身趨身 好 對啊 其實蠻明顯的 用這個東西的 特別 真的 霧璇的浴窩 好像效果最新作 這樣咧 這樣會痠嗎 那點嗎 會 這是哪裡 這是什麼臉 滿痠的 它剛剛藏起來 哇 哇 一彎的 是痠的 是痠的 差很多 差很多 那個感覺就消失了 沒有啦 沒有差 那首先我覺得 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改善蠻大的 第一個是我肩頸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腰的問題 跟膝蓋 這是今天處理的三個地方 那肩頸我覺得 大家手法都大同小異 所以其實處理下來 感受也是一樣 主要是腰 因為腰其實蠻多師傅 之前在弄的時候 好像都沒有找到問題點 所以其實 有時候那個壓迫感 到底是會在 可是今天弄完之後 我發現它的壓迫感 明顯小事很多 肌蓋也是一樣 那這家他們也是有用到筋膜刀 我真的覺得 這筋膜刀是一個 蠻有效的東西 跟我以往拍那一支影片 我覺得 手法是大同小異的 那唯一不同的是 如果大家比較怕痛的 其實可以來這家 因為這家可以 基本上可以讓你穿著衣服 所以穿著衣服的時候 筋膜刀在使用的時候 就比較 不會這麼痛 那因為另外一邊 是要脫衣服 所以相對的 就會影響比較大 所以整體上來說 其實我很推薦這家的按摩店 這他的調理方式是很不錯的 大家來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盡量講 那師傅就會在一定的時間內 想辦法幫你調到最好 然後給你一個最好的服務這樣子 那 剛好現在議期期間 其實這店家做的所有的 保護措施其實也都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很放心的來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